去年8月苏迪勒台风来袭在海线地区刮起16级阵风 也把高美湿地旁的6支锋利发电机组都给吹倒了 受损失相当严重 为了恢复原有的发电效能 台电表示考量到每组锋利发电机组造价就超过1亿多 因此目前将优先从原本台中火力发电厂旁的 两支锋利发电机组移到高美湿地 预计在年底前就能把第一排给修复完成 另外四组也将在两年内编列清费重新采购 长达数十公尺的锋利发电机组就将横躺在马路上 去年8月苏迪勒台风过境时 在海线地区刮起16级阵风 把位在高美湿地的18架锋利发电机组吹倒6架 受损相当严重 也连带影响整体的发电效能 这个风场它是基本上是有保险 所以柴损的部分这个区块是没有问题 当然它倒塌以后这个部分的发电 就是变成没有办法花的损失 所以六台的话假如有风 一年大概会有1500万度的少花的电力 海电表示光是倒掉的六架风力发电机组 一年下来就平均少了快1500万度的发电量 光是每一组造价大约1亿多元 要添购新机组需要时间 会尽快恢复发电效能 目前将优先把风势较弱的台中火力发电厂 迁移两架风力发电机到高美湿地 预计在年底前就能把第一排给修复完成 台中港这个区块的风比较好 那电厂这个区块的风效能比较差 我们把它移到台中港来 所以我们会有两台会把它移过来 把第一排补起来 把它有一个加成的效益 我们会在暑假的时候 今年暑假也就是在没有风的季节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台电也表示另外四组风力发电机组 也将在两年内逐步编列经费重新采购 而为了因应越来越强势的风势吹息 目前也针对整体的风力发电机组 加强安全防护 提升坚固性 避免催落事件再度重演 记者陈伯瀚 台中 同伯老